但是我覺得在這一場 就是這幾場比賽來說的話 可能參考價值也沒有高到那種程度 因為Fudge其實本身來講的話 進攻鬥士玩的並沒有那麼的頂尖 所以我覺得參考價值會稍微不夠 這邊在無選的地方 聊一下泡麵頭 因為其實泡麵頭這個角色 在之前的比賽也有被討論過是 Dragon X的輔助曾經被BANG過 對對對 被BANG過 那當時Dev在訪問的時候也有提到過 這可能是他們團練的資訊 有被知道 因為他們團練是確實有玩泡麵頭的 那這個角色的熟練程度 還是差別非常多啦 會希望一等能夠 這邊直接交虛錄到ALL IN了 上去再多點兩下 鏡頭切回來給到我們全部的畫面 但是這一波其實距離的塔的位置已經蠻近的 有沒有辦法ALL IN 理論上阿卡麗是小康特賽的C點 加上BLAB的位置也非常的近 剛好這一波FAKER往前突出去 這一下B出了FAKER的閃現 這一波C9是蠻有可能ALL IN進去的 畢竟這場比賽對他們來說是要活出精彩的一幕 阿卡麗一技能一到 但是不敢再一第二次回到塔下 BLAB承受了兩下塔的攻擊 趕緊拉掉哦 但BLAB是選出來效果真的非常非常好 好 但他來收到最後的招線是最讓人 有來不好意思打斷尼燈 FAKER這個時候是沒有閃現的 他跟Gentern拼到幾乎是最後一滴血 但Gentern的血量先見底了 BLAB從後面進來 但前期的貝爾維斯的傷害感覺不是很夠 打路進來開起來 撿一波傷追上去 哦 加上了一個ZFEND的跑線 這一波的三打二 終於成功拿下了FAKER的人頭 T1是雖然現在剛上回程 但是BLAB偷回程了一波 其實 FEND這邊偷回程了一波 其實是 抓了T1一點措手無擊 不然這二打二其實已經贏了 其實T1已經贏了 對 T1已經贏了 贏了非常多 但是閃現過來 丟一個雖然沒有暈到 但是有減速 對 就補了傷害 然後幫助BLAB這邊撐得到不死 Berserk這邊也 欸 笑了 Berserk很開心 雖然這波跟他沒什麼關係 擁擠啦 好 直接上來 大絕定住 瞬間秒殺 沒有任何掙扎的機會 閃現在上一波GAM中的時候用掉了 對 然後這邊再來要載月影師 Berserk交一個虛弱HIGHSTAY到 蠻輕鬆的月塔 輕鬆 來看一下宙斯的跳恰恰 但是 因為真眼已經看到了 宙斯這個地方 甚至還敢在塔下 把槍型態EQ給交掉 繼續耗FUSH的血 哇 一直一直 而且政府者現在是疊滿狀態 交一個閃線拉掉 這個就是 那 HONOR這時候 被Z93個人 趕著跑 宙斯沒有閃 走得掉嗎 他知道自己走不掉了 轉頭就想打 但是這一邊的話 FUSH也正確的拉開 剩下沒有閃線的宙斯 留在遠地 被擊殺掉的同時 Berber吃到了他的碎片 對 C9下游線是直接 中路一 推一波之後 往上耗來加了 宙斯前面閃線交完之後 還是在塔下壓制 就有點誇張了 而且 剛才那個位置 我後來FUSH我覺得算是蠻正確的 等一下 這個時候Berber衝了上來 帶著一個阿卡莉的大 Berber的血量被壓得非常低 先被HONOR給擊殺掉少了 一個打野的話 預示者好像也沒有辦法爭了 而且Gumayushi滑得過來 大招 直接打成了塞子 杜上去是沒有人能夠制裁他的 他是可以Q 呃 搭進去之後 直接R2出來 然後沒有被制裁的 因為右邊的控制技能 非常的潰發 就真的是太薄弱了一點 這時候Berber衝上來 一個人先跟宙斯單掉 哇 單殺欸 成功的單殺掉了宙斯 有點猛啊 上面FUDGE也已經開了大開始 砍FAKER 還有左邊跟下面兩個破綻 但是已經退到塔下了 就非常考驗選手的機率性跟操作 現在分成兩邊了 全神跟FAKER在左側 捉對撕殺 其他人過去包圍下路的T1 FAKER在那邊單挑 被單殺掉了 那再來這邊 一波路線的大招打下去 把Berber的血量壓得比較低 但是Berber連了上來 他自己一個人飛上來 反而洩入三個人包圍之中 趕緊慌忙撤退 HONOR也成功的撤退了 下面的戰鬥是沒有能夠打出一個結果 兩座塔 表示上下塔是全開的 也就是成護甲全拿 也就是說其實不太有去管兵線的運營 都在拚幾殺 對對對 就是去找機會跟對面SOLO 這邊也是打得非常漂亮 知道FAKER會用大招 往左邊拉開 你看到這邊是放一個大砲台 他是放一個大砲台 但是C9其實是追擊的那一方 但泡面頭的大招的使用 呃應該是在反開的情況下 你比較有機會放大砲台去 HONOR在左邊 C9是缺乏HONOR的視野 有沒有機會 來一波的突襲衝進來 大定住 哇血量下的超級快 SBEN趕緊交出一個閃線往後拉 蠻誇張的喔 還有一分 整整一分鐘的時間 給他們打 這個護甲這東西會越打越硬 沒有錯 但是T1的人數是領先的非常多啊 塔前是4打1 Jensen 下去抓那三個的時候 之後是就有機會往上路跑嘛 應該 沒有辦法 當下其實也沒有那個空間 就是在去找座 他剛死過他要出來 你有很長一段時間 其實你看不到他 這邊Fudge沒有要後退喔 他也沒磨了阿 他也沒磨 他這一波沒有辦法吧 而且這邊 現在T1就靠著 雖然前面被C9 打了很多的擊殺 不來吧這個時候 走位稍微有點偏掉的情況下 被T1的下路三彈組 爆發了一波傷害 我記得常識你吧 我稍微有點這樣的想法啦 對對對 我是稍微有點這樣 唉唷 閃現上來硬搶 搶完了以後 Blyber只能用W技能的減傷 讓自己稍微再撐一回 但是還是倒在了T1的爆發之下 Oner稍微追擊了一下 但是其他隊友有點跟不在上台 太轉了 然後現在預設放中路之後 T1就直接撤動一波上路三個人的夾殺 Oner雖然還蠻硬的 但被下了一個菲娥拉大絕以後 也只好往後拉開 現在還分成兩邊 在打發局 完全扛不住最後4個炮火 同時Faker也已經站了起來 把Gensen往後逼退 Oner頂出來 逼出Gensen的閃現 Gensen再用一個技能回到他下 Faker這個位置倒是打得有點太深入啦 這個感覺要去查一下 但是塞勒是偷貝維斯的大絕能幹嘛 我想不出來 貝維斯的大絕能幹嘛 我好好奇喔 我想不出來 這個我等一下去查一下 在下一場跟大家補充 一個人留了下來 然後被C9兩個人夾殺 上一場他是靠著 每次打團戰的時候 偷那個波比的大 然後用波比的大 來製造他自己的團戰影響力 之後是在上路 走到上 又被開了一個菲娥拉大 現在四面的破綻 剩下兩面下面打掉 右邊脫掉 威脅正打出來 4-1 不然正常來說 就像你講的 右邊如果有一個 硬的輔助 有一個有控制的輔助 不太C1 不太能走過這個狗 來吧這個時候被水砲泡了一下 只好往右邊跟Faker來放對 但是立刻遭到擊殺 Owner極限距離 打丟到 以這場遊戲的營運角度來講 我們可以舉期待一下 下一場比賽 如果再遇到阿卡莉的話 T1還要這樣選嗎 這個是可以去考慮的點 那這邊貝爾維斯在上路 分隊的情況下面 C9還是雙DP要來打架 然後 發局這時候 進場的一波 W擋完以後 已經再沒有任何減傷技能 只能被T1單方面的追打 那有一個人跑錯方向了 Jensen不過是阿卡莉 逃脫的能力 應該還是相當的好的 格強 被打了一套走私 加古馬尤西的傷害太高了 那這邊T1應該是要直接 想要一波GG了 Faker來拖時間 那這個在入圍賽的時候 因為我們有看到 有隊伍選擇 踢摩阿 呃 還有什麼 蓋倫上路的時候 我覺得已經有提到過 那這兩個人頂先對決 最後到底誰贏 但是最後對傷害 決定要打上去的時候 軍隊成功 閃現 進場沒找到人 但是無所謂往左邊 再一個一技能 最終在單挑中 Faker成功的斬殺了 Jensen 23分鐘的遊戲時間 T1目前的三場勝利的比賽當中 這是第四場 他們的遊戲時間 真的都贏得非常非常快 這場就是23分鐘的結束 那我剛剛要說的就是 在入圍賽中 我們看到有一些都有去嘗試 這種比較否放的選角 所以我就已經想過 在實力落差稍微大一點的情況 就你是比對面弱的情況之下 否放選角 你不會太開心